Hello 大家好 我是DP 今天我们来聊聊antigravity如何通过开启性能模式 解决使用中的卡顿问题 频道的很多观众都反馈 在使用antigravity调用IPR的时候 整个编辑器会出现卡顿和冻结的一个状态 就是无法使用 那么开启性能模式很大概就能够缓解 或者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进入准备环节 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dprt.lab00.com 在这里搜索anti 然后找到这期视频对应的这个文章 打开这个文章以后 你需要知道这期视频需要的所有的资源和命令 都在这个文章里可以找到 首先我们来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是今天我们使用的开启性能模式的来源 我这边准备了两张截图 这是第一张截图 这是第二张截图 第一张截图是这个文章的作者 他提供了macOS下 如何通过命令行开启antigravity性能模式的方式 然后在他的评论区 有一位叫AB的用户 他提供了如何在windows下开启性能模式的方法 然后我们现在来进入实际操作环节 我们现在把视线移入第二部分 视频中用到的命令 首先我们把macOS用到的命令复制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切换到命令行 把这个命令粘入 敲回车就可以启动antigravity 它会以性能模式来启动 然后使用过程中和之前是一样的 只不过没有了卡顿这个问题的繁扰 这就是macOS如何开启性能模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windows 我这边使用了一个windows的虚拟机 然后安装完antigravity的时候 你在桌面会有一个这么一个快捷方式 我们先右击这个快捷方式选属性 然后在目标这里 我们先等一下 回到我们刚刚的那篇文章 找到windows这个命令 然后把它也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以后回到这边 首先你需要敲一个空格 然后把这个粘在结尾 你需要看到的是在exe后面有一个空格 然后后面追上的一个命令 然后点应用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再启动你的antigravity 它就会以性能模式去启动 OK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antigravity之所以会出现卡顿问题 是因为有些场景下 你的GPU没有参与渲染 只有你的CPU在渲染 所以就出现了卡顿 然后使用我们文章中提的空的命令 其实就是强制GPU参与工作 就这么简单 然后我大概使用了两天多 我之前会有一点点的卡顿 不是影响很大 但是开启了这个性能模式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遇到过卡顿 所以这个方法对我是有效的 然后也希望大家在测试后 在评论区给予反馈 无论是有效还是没效 你的评论对我们都很重要 是这样 然后这就是这一期antigravity 通过开启性能模式 解决使用中卡顿问题 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相同的建议 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 欢迎留言 我是DP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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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